第四个呢这个新闻呢很有意思啊 这个就是日本的首富换人做 你说日本的首富是谁呢 孙正义错了 原来的话是做这个UniClo 这个我各位的话我想你多多少少 我是没有 我没有买过UniClo的这个衣服 我们这个在座的年轻人都有这个UniClo 因为这个平价时尚快时尚 那这个UniClo的这个刘景正 是原来这个日本的首富 那最近的话呢 就是说是这个 他是个日本的这个设备大厂啊 就是GNC Keyings的这个创办人 同期五光呢 就是说是他呢变成日本首富 他这个这个这个 他今年财富增加了将近60亿美元 变成亚洲的这个第九大的这个富豪 那我们再来看UniClo UniClo今年的股价呢 增发了20%啊 一个是增一个一个你看到没有 一个是涨了21% 然后这个UniClo是跌了18%啊 所以呢那这个GNC的股价呢 现在有1670亿美元 但日本呢仅次于丰田汽车 但是呢我我各位 有没有看到我东南亚上次讲的一个游戏公司 叫SEA啊就是叫做东海集团 有1800亿美元 比这个日本的这个还厉害啊 就是那这个这个也说明了 这个整个的风是怎么吹 以前的话是零售嘛 零售但是由于现在疫情等等 所以受到重伤害 零售的产业受到重伤害 软银的股票 因为最近阿里巴巴 他持有这个持股 所以软银的股票 也是跌的稀里哗啦 那日本将来呢 开始重视自动化 为什么 智慧制造 各位只要看到自动化 未来的趋势 智慧制造